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不需要完全重复我刚才说的话 刚才我描写今天的新加坡 记者有纪录好学校好玻璃好大学 三个大学怪有四个 很多是有名字的美国跟英国的大学 我们要开第二个医学在尼安 跟伦敦的imperial college 这个各种各样的联络 也NUS college for liberal arts 艺术学 如果我们没有用英语 我们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华语跟马来话 没有给我们那个吸引力 没有给我们办法 找外来的讲英语的教授老师 到新加坡来提高我们的水平 你看到的新加坡 是从1959年到现在2011年 那是52年 大概是12个到13个选举期 如果人民选错的一群人 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所以下一次的大选 我们派的是特别优秀的候选人 新的是24个 里面有包括五个很高的群人 去国装部队方面 商业方面 他们会组成第四代的领导层 把新加坡到1030年发展同样的好处 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你所看处的到处的新加坡 有连接安全 好学校 好议员 好 卫生服务 各个方面交通方便 是因为每一次大选 你们选择的是一个 有钱人的 可靠的 一批人 那最后希望 下一次大选 选民会同样的选择一个 那样水准的候选人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